112年全國大專校園運動會 今日在新竹縣立游泳池進行游泳賽事 台北市大莊木倫在50公尺仰視 上午游出25秒82的成績 下午決賽更是標出25秒74 拿下金牌完成四連霸 莊木倫代北市大在4乘200公尺自由式接力決賽 拿下銀牌 目前個人項目得牌數為二金 莊木倫表示後續賽事將調整狀態 努力突破自我游出更好的成績 不是很滿意 這次的比賽成績跟我投入的經歷跟心力 感覺都沒有達到預期的成績 台灣體大王星浩在昨日公開 南山組400公尺自由式奪得金牌 今日200公尺混是上午預賽游出2分09秒29的成績 決賽與銀牌拉出6秒01的差距 摘下金牌達成508 當然就是以這次比賽的成績去調整 還有滿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就看之後的大概兩個月左右 三個月去改善 還有就再練多一點 SSU特派員呂佳璇 新竹採訪報導 第一次的處理 第一次的處理 倒進去 兩次的處理 一個月的處理